我不明白啊 就是这个尊严到底是指什么 作为穷人的老百姓的这个尊严 比如说我也听过有人说 要让这个老百姓看病有尊严 我也听过最近两会上那天 咱们说那个这个政协委员 也是主持人那个崔永元 他就讲到一个日本 他说我们在说建立什么服务型政府 他觉得那个在在在日本 他看见警察骑自行车 到处为老百姓服务做好事 或者是警车呼啸而过的时候 车里边那个日本小警察一路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他这这个这一看就是服务型 就在这里边看出来 是不是老百姓就会觉得有尊严呢 但尊严这个东西是个范围 就你很难决定的说什么叫尊严 它是个不但扩大的东西 有的地方你比如说 基本的某些东西保障了 就他这个尊严范围可以扩大 像香港的时候是扩大到死人身上 比如举个例子 你能不能注意到像香港啊 有时候街上发生交通意外 或者是楼上有谁死了 然后救护车来啊 警察到场的话 他们现在都出了一种罩子 你知道吗 就除非记者太快已经赶到 要不然一般的警察或救护人员 会在死者的身上搭一个 像帐篷一样的东西 把它整个罩住 不让你看到他那个布盖着尸体 对他要遮住这个尸体 他觉得这是对死者的一个尊严 那你必须是 有时候这个尊严是要有扩大的观念 像今天我们还拿西里哥取乐呢 你讲这个好像有点 幸福感这些是跟价值观有关 也有时候这个我有点怀疑的 比方说你在1967年 你在中国调查 你幸不幸福啊 你有没有尊严吗 很幸福的 肯定都幸福 是是是 无必幸福 你这个调查怎么来 怎么来显示呢 我觉得这个这个很难的 对啊 我觉得就算不讲调查 就讲一个比较 可能不好的主观感受 我觉得我们大概都会同意 今天中国一般来讲并不快乐 今天中国有一件事情 让人觉得没尊严 就是尹克松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我最近到内地做演讲 就很多很多人提出 说人大为什么没个代表 提这个提案 就说问一下 为什么有些东西我们不能看 朱老师 知足吧 知足常乐吧 今天我们的这个舆论环境啊 比起三十年前 那是 我是同意 我没把话讲 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 他们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 问题是给受众的心理 就是所谓 你像小孩 尊严的这个感觉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你会觉得 你比方家里小孩一样 大人在讲一个事情 说这个你不能听 你进去 那小孩回房间 就把门摔得重重的 其实现在 不过你要讲这个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最 也许 知情的尊严 也许大人做的完全对 这个少年是不应该看 但是 总之他摔门的那一瞬间 他是没有尊严感 但是 徐老师 你要说这个就没得说了 你别说 接下来为您播出 两会访谈录201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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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